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演员叫王子逸 你看她走下来的那一瞬间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当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和你一起在暴雨中光着脚奔跑 哇 来 11号 我也想 这场景我想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随时可以奔跑起来 好 我非常愿意 18号 老师好 我叫周舒婷 今年27岁 来自重庆 现在是一名英语老师 看到你的这个关键剧的时候 我也很想和你在光着脚在雨里奔跑 真的很渴望暴雨的味道 好 非常欢迎 9号 男嘉宾我想跟你说 我很喜欢夏雨天 那你觉得淋雨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浪漫吗还是什么 对 首先如果一个人淋雨的话 它可能是一种自由 是一种热恋 如果两个人淋雨的话 它是一种极致的浪漫 对 我也觉得很浪漫 第二个诉求是 我不希望您介意 我有时候会把您这个字挂在嘴边 北京人好像说话是不是都这样 小黑 男嘉宾 你好 我就是北京人 北京人就是当不认识的时候 表达尊重 就会用您这个 您那个 然后但是外界人看上来可能会觉得 我的天 这么尊敬我吗 熟了以后呢 如果是长辈 不管有多熟 必须得有您 然后如果是平辈的话 熟了之后就是你 因为用语习惯 然后有的时候跟那种平辈的朋友 就算是很熟了 我有的时候也会突露嘴 说了一句 您 对 是这样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可以给您分享一下 就是我是山东人 然后我爷爷在济南生活 就是我爷爷特别喜欢 就是管谁都叫老师 就比如说有一次 他那个三轮车坏了 然后推着车子去找那个路边修车师傅 就老师 你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帮我修一下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 我没气了 我说为什么要叫老师 你叫师傅不行吗 然后我爷爷说 这是尊诚之礼貌 我可以补充一点 不光是山东 对 我证明重庆也是 你问18号 对 重庆人管谁 在路上就问道 都叫老师 对 老师等于师傅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文化吧 好吧 看片子 这些有意义吗 简单来说 我是通过经济政策的研究 来加速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风力发电 等多个绿色行业的发展 让老百姓们更好 更快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目前呢 我已经发展了三变核心器材 未来 我希望从双碳方向博手 把研究到的知识 和社会实践 进行有机结合 第二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毕业 我现在是活二 应该还有两年才能毕业 当然我身边有很多 博我博流的朋友 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 被人们问到相同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学霸 但相比学习 我更喜欢打篮球 我一直有个篮球梦 渴望打进CUBA 结果发现 我只能在校队做等板的 我才知道 自己没有吃这碗饭的天赋 于是我放下了篮球 重新拿起了书本 第三个问题 你平常都是一个人吗 我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 当然可能有的人觉得 出去社交 就一定要认识新的朋友 一定要有所收获 但我觉得 这种带有目的性 一直营业的状态 让我感到很有压力 所以我更喜欢的是 有效休息 和朋友们喝酒 撸猫 听听歌 随便聊聊 从小我就喜欢和爸妈 一起出去旅行 因为不愁吃喝 不愁钱包 不愁作息 但现在我发现和他们 在旅行习惯上 差异还是挺大的 他们拍照的角度 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到 旅行的快乐 所以下次出发前 我会带他们宣誓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一起 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记录下属于我们的幸福 这台上曾经以前有过一些博士 固定让博士站在五号 那个魏总您是 我是硕士 那你平时作为博士生 你有一种优越感吗 或者说给周围人普及一些知识吗 其实根本没有 因为我觉得博士生也是普通人 我其实在外面社交的时候 我不会把博士 我这个身份挂在嘴边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周围我认识很多 所以这种人 他其实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在这个学术上 所以他在情感关系当中 可能会就是没有时间去培养一段感情 会情感冷漠一点 所以我想问男嘉宾怎么看待这个 其实我能够理解 但我不是这种人 就是我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 我会高效率地利用 平时工作中的每一个时刻 去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好 到了该放松 该娱乐的时候 我就会放松去和别人社交 对 可以这么说 你往前捣个20年 你听到一个博士 我的天哪 我还亲眼看到过一个博士 因为那个时候少 我现在没有这样 17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件 就是我大学读的专业是计算机 然后我每次回家之后 家里人都会问我 你会不会修电脑 就是我还挺同情你 就是很理解你的那份心情 其实我跟你也有共鸣 因为我是学的国民经济学 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 你会炒股吗 推荐哪支股票给我 对 其实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也很头疼 因为金融这个领域它分得很细 我并不是研究这些特定领域的 我可能了解得也不深 好 刚才一个话题很好玩 男嘉宾喜欢和父母出去旅游 最有意思的是 出门前还要有个宣誓 有宣誓的内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是一一对应的 长辈版第一条就是 不许八点前早起 绝不胡乱催起床 然后年轻人版就是 绝不熬夜过一点 买了早餐卷不浪费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 父母和年轻人 他们旅游的一些差异 以我为例吧 我和我爸妈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爸妈都会 早上七点就把我叫起床 然后呢 我们可能白天 就会按照父母制定的计划 先去游览一些自然风光 然后名胜古迹 然后一些博物馆甚至这些 但是如果要是我自己 和朋友们出去旅行的话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在酒店 我先舒服服服地睡到 睡会到中午可能 随机翻到一个网红打卡点 然后就过去打卡去拍照 所以我觉得很多 父母和孩子们之间 他有一些旅行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去磨合 然后我们也应该理解父母 父母可能也应该理解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模板 就是为了更好地 帮助我们和父母进行磨合 编语 男嘉宾好 就是我也经常跟我父母 一起出去旅行 但是我发现我的父母 其实也在迁就我 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 不扫性父母 比如说他们 其实睡眠时间比较短 经常四五点的时候 可能就醒了 他们五点钟就醒了 默默地等到七点钟 才问你该吃早饭 然后我也会配合 他们的睡眠时间 比如说我可能像你一样 如果一个人出去旅行 睡到中午才起床 但是为了配合他们 我可以比如说 九十点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也愿意 来配合我的时间 对 是的 其实你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理想 也就是我这个模板 所要倡导的一个很和谐的结果 在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带我们去看世界 所以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不能落下父母 我们一定要带着父母 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 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包括教父母用智能手机 小时候我爸教我用筷子 我不会用 我爸打我 现在我教他用智能手机 他还打我 十号 男嘉宾您好 就看到你跟你父母出去旅行 差异挺大的 我也很大 就我出去旅行 可能倾向于轻装上阵 但我爸妈却恨不得 就是把所有能用到的东西 就全都带上 但是他们其中有一项带的东西 我非常认可 就是我们的配队助力官 银路花生牛奶 花生加牛奶 营养美味双蛋白 无论是搭配美食还是 随时解渴补充营养 都非常合适 也推荐给牛 好的 我一定会去尝试 严和宜 请问男嘉宾您出去旅游之前 会做计划吗 我个人是不是很爱做计划的人 就是我属于屁人 就是随心所欲 想去哪儿就走到哪儿 当然如果另一半想让我做计划 我肯定会做计划 因为我要是带着我的女朋友去旅行 把她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好 把她的情绪照顾得很好 男嘉宾就是很会聊天聪明的 他不知道13号 到底是喜欢做计划 不是 那如果女朋友要做 那我其实我也可以做 也不是 也不是 其实这样的天大地大老婆最大 天大地大老婆最大 天大地大老婆最大 如果您女朋友是比较喜欢做计划的人 你会愿意跟上她这个计划去走吗 我非常愿意 尤其是 如果是我女朋友做的计划 那我会百分之一万的愿意 百分之一万的愿意 百分之一万的愿意 就是你没有那种束缚 被一个批人被束缚的感觉 就会有没有不适感 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 而是和谁一起 哇 这三个回答满分 小臭皮画一套一套 你想一想看 如果她真碰到 一个女孩刚上头 上头都不行的时候 那女孩说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 七点半吃早饭 可以啊 我其实也很喜欢 看下一条 人和人的羁绊 有时候就是那一年 开学第一天 我看到了她 在军训拉歌的时候 她竟然就在我隔壁 于是 我陪她吃饭 陪她散步 渐渐的 我们走到了一起 在银行晚会上 我和她一起伴舞 在全校师生面前 狠狠地撒了一波狗粮 但是 有一次我无意间 看到了她和另一个男生的聊天记录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的每句话里都有小波浪 每一句话的结尾都是呀 和哈 我可以理解 这是她的表达方式 但是最后 我甚至看到了更暧昧的消息 当下的我 选择了原谅 她也保证了以后不再这样 但后来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最终 我们选择了分手 我的第二段恋爱 也发生在校园 不管她提出什么要求 我都会尽量满足 每天陪她上课 只为能多见她几面 她说毕业以后想来北京发展 为了跟她在一起 我瞒着她 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决定考研回到北京 但因为被考 陪伴她的时间变得很少 在我考研成绩出来后的几天 她向我提出了分手 以前的我可能有些恋爱脑 现在 我尝试让爱情和学业保持平衡 但我并没有看待爱情 而是我知道 把爱情当作全部 对彼此都会是压力 我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和我同行的那个人 择一世 爱以人 终一生 20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刚看到你以往的经历 那你现在会管着对方 或者是查手机之类的事情 会发生吗 我不会管着对方 而且我从来没有查 对方手机的习惯 包括之前 我也没查过她的手机 当时有一次 我们在晚发展过后 在街上漫步 当时她去卫生间 她把我手机拿给我保管 这时候她的屏幕上突然亮了 然后一条男生发给她的消息 水灵灵地就弹了出来 然后三个字 我想你了 就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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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我想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和你的女朋友之间 如果说学历上或者是学问上 存在一些差异 你会怎么样看待这种差异呢 我觉得有差异是正常的 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 那如果说你讨论一些 比较专业性的问题 你女朋友听不懂呢 如果真的要有讨论专业问题的 这种场景的话 他听不懂 我可以耐心地讲给他听 小黑 您好 我有点好奇 您是那种会为了爱情 会为了另一个人 而放弃自己人生重要选择 重要决定的这种人吗 是这样的 因为在当时我觉得 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考研 都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对于我来说 我都有信心去把它做好 所以当时在爱情面前 我肯定是选择爱情 排个序的话 爱情是不是更高一点位置 在你的生活当中 如果在以前 可能是以前可能会高一点 现在可能会更平衡一些 15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刚刚听到你那段话说 不管怎么选你都会觉得 会为了爱情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两人在一起 它是一个整体 还是两个单独的个体 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一个整体 是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你们在这些问话里边 都包含着多少潜在危险的因素 爱情对谁都很重要好吗 事业也很重要好吗 父母也很重要好吗 我以前说过这个话 不是一个排序关系 你要一排序 无缘无故地生出很多烦恼 还有刚才说 我们俩在一块呢 是两个个体呢 还是一个整体 本能的就是说 那我们俩在一起呢 那肯定是一个整体啊 那有独立性很强的说 哪怕就是结了婚 从人格上 从个性上 一个女性也应该 在今天的社会 有一个独立女性的那种 人格或者生活方式 你想让男生多难回答这个问题 他既要这样 你要那样 所以能不能 一个讨论的形式 14号 我刚刚有看到你的经历 是有瞒着她 去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实当时就在想 这个女生为什么会选择在你 成绩出来三天之后 才会跟你说分手 其实可能是因为 你没有跟她商量过 对不对 然后你会给她带来 非常大的压力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我也想补充刚刚你的问题 就是对于两个人谈恋爱 是一个共同 还是个体这件事 因为如果就 共同努力的目标来说 我觉得双方是共同的 但是就谈恋爱本身来说 每个人 她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瞒着她 因为我就怕 我告诉了她 我因为你 我因为想和你一起 在北京生活 我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这样反而会给她有压力 她会觉得 你是因为为了我 去放弃了你的前途 但如果说她愿意等你回来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 就是我还是觉得 你缺乏跟她沟通 这一个点 才会导致你们俩最终分手 其实我和她当时 也进行了细致的沟通 我们两个已经设想好了以后 一起在北京生活 然后包括我们会 见各自的父母 然后一起养一只大狗 一只小猫 然后我们的未来都规划好了 反正我觉得这男生 刚才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她说为了选择爱情 放弃了那个 我倒不觉得是用放弃这个词 和一个女生 生活在喜欢的城市 开始一段恋爱 并且有可能结婚 对她来说难道不是一个 也很向往的一个选项吗 在她那个时候 面临两个选择的时候 她选择了这一个 而不是意味着 我为了你放弃了什么 不能这么说 其实她在前面表述的时候 已经拿捏得很好了 包括她提到说 其实考研队 她依然是个非常非常好的 选择和选项 她其实已经做了一个 非常自由的 就是她的自由意志 选择的一个表态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视角不同 就是会有这种理解上的差别 我觉得这个男生 其实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 就是他在说那种 满分高情商回答的时候 毫不油腻 反而格外真诚 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是个宝藏男孩 但可能只是在现场 没有那么匹配的女孩而已 下去之后查看你的邮箱 节目播出之后 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你联系 好 再见